我們做第二個 我們用微軟的伺服器程式做的時候 我們不用管那伺服器程式 我連網頁內容我把它放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在方案總管 我的專案裡面 實際上這三個網頁是沒有看到的 那如果我想讓它看到的話 我是可以把它加進來 因為沒有看到也是可以用 那我要把它加進來的話 我就可以點這個 所以你可以做可以不要做 你看一下就好了 加入現有的 因為我網頁已經放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可以加入一個現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加入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程式 我的網頁程式沒有停 那通常那個功能會不太正常 程式沒有停止的話 它不讓我們去編輯 所以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我就法組右鍵 加入現有項目 已經有的網頁 我已經放在裡面了 所以我把這三個放進去 那這樣的話我的總管就看得到 所以就算沒有看到也可以用 但是我這個放進去的話 總管你可以看得到 你要用它的工具的時候 會比較好用一點 你看 那這樣有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兩個網站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後台程式 一樣把那個 九個按鈕做出來 那我們上一次做的話 那我們上一次做的話 前台程式 我們一樣把它點開可以看一下 所以前台程式的話 我們寫在這裡 所以網頁的內容是空白的 所以我只寫了一段程式去把我的按鈕做出來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的話 我們還有對應還有一個 這個 對不起 這個是按 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就做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把這段程式 把它寫出來 我們用 這個是前台程式 我們現在用後台程式來寫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看 所以如果我要做後台程式的話 那就不是寫這個html 那我就要用什麼 用這個網頁 所以我就加入一個 在這個 要停下來 程式要停下來 不要再執行 所以在0802這個地方呢 我就加入一個新的項目 新的一個後台程式 後台程式的話就是web4 網頁的表單 所以有一個表單 那這裡有一些主板業啊 就是我們真正要去做 進一步的設計的時候 我可以用套模板的方法去做 那我們想以後我們再來講這個 那我們就做一個空白的表單就好了 那這個表單程式的話 一樣我們就做成我們今天的 算是第一個 所以我就說wk0801.asex 那asp的話就是互動室 就是網頁程式 那加x的話就是2002年 底下也很久了 17年前 2002年的時候 微軟他把它做了一些修改 加了一個 所以要darnet 這個加x 那雖然他已經17年了 可是你現在看網頁的話 你瀏覽你家網頁的時候 你看後面寫.aspx 他就還是用舊的格式來寫 還有 所以快20年了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開一個空白的 空白的這個表單 就確定 那確定的話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表單在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 在作業這個地方 我有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範例嗎 沒有 那沒有也很好 沒有我們就直接來寫就好 因為這個語法跟剛剛的語法應該 就是 所以不同的程式語言 因為我們不怎麼學程式語言 我沒有希望 但是 又要寫程式 可以做一點比較 所以你不要 看的時候放寬心一點 有一點點感覺就好 人家要用的時候再認真學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有範文 做修改就好 做修改 所以人家做33 我做9x9 我要做5x5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如果人家改數字 其他價格我都沒有人家先回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 我們要做這個 這個是 我們語法應該跟這個類似 這個就是回圈 真正要學程式的話 只有四種語法 輸入輸出 計算 回圈跟比較 大部分都是用人家寫好的程式庫 所以我們一直會用這個 所以 這個回圈的語法就是這樣 那這個回圈的語法 我在寫的時候 就已經 沿用C sharp的這個架構 所以你等一下看 應該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樣的語法 進去做 因為C sharp現在也可以收這個VAR 好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回圈的語法 雙回圈去做9個案例 那我就把這個回圈的語法 把它複製一下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程式語言 一個是台語一個是客語 但是它可以相通的 程式語言它 因為單字很少 它是相通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要用打的也可以 要用複製也可以 那複製是比較誇張一點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面做按鈕 那我用雙回圈去把這個按鈕做出來 那我的程式放到哪裡 因為這個放進來之後呢 我在方案總管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到 方案總管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程式 那現在新版的就加了一個這個 2017 2016沒有這個 所以主要的話是這兩個檔案 那上面這個檔案呢 是標籤檔 你看到 下面這個檔案呢 是程式檔 它把它分開來 所以標籤檔跟程式檔 合在一起是一個類別 寫程式寫類別 所以我看程式碼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邊就會寫 它叫Parsher Class Parsher就是部分 所以一部分的類別在這裡 另外一部分的類別在哪裡 在標籤 另外一部分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都在一起 就是一個類別 那這個做什麼東西呢 就是 當你開這個網頁的時候 因為伺服器程式在那邊運轉 開網頁的時候 我就來執行 就把這個 先做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什麼時候做呢 這部分 它就先去做那個 先去做外觀 外觀都出來之後呢 我就會patch node 就載進來了 所以我剛剛講 一載進來的時候 我就把我九個按鈕做進去 可以嗎 可以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把這雙迴圈放進去 可以看到 沒有 好像沒有錯誤 有一點錯了 有一個紅字 因為我少cut一個 所以我再打一個大刮圈進來 再打一個大刮圈 少兩個大刮圈 因為剛剛只cut這兩個 看 雙迴圈 所以如果你是複製進來的 OK 你不是複製進來的 那也可以 那我這個放進來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來做我的按鈕了 按鈕叫什麼 button 對不對 所以我就button 這個butt 有了 butt on它就出現了 有這個butt 但是它是大寫 TAB鍵 大小寫在幫我們改 那在微軟系統 我就喜歡用中文 因為它中文 比較相濃 跨平台的東西 中文就沒什麼相濃 就盡量少用中文 微軟系統 用中文沒關係 那用中文的好處就是 我們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就做按鈕 所以我不要管他們button到底 所以我就做按鈕 嚴格叫按鈕物件 所以我從按鈕的button的class 類別 去做button的object 物件 等於 這樣我就做按鈕 這樣我就做另一個按鈕 做在哪裡 做在記憶體裡面 那我告訴它按鈕 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所以我們剛剛回到 如果我是用這個 可以看到 這個呢是我們前台程式 做的時候是這樣子 button 但是它是用這個語法去做的 語法不太一樣 它不是new button 所以它是用 document credit element 所以用人家的類別 group 我告訴它button 它就做了一個button出來 然後button做設定 設它的寬 設它的高 設它的位置 設它左右 設它的自己大小 那我們這邊做簡單一點 因為有些可能在這個後台程是沒有 所以我button做出來之後呢 我可以把這個button 這個物件名稱 我把它複製一下 在這裡 它是類似 但是不一樣 所以我對齊做很好 沒有對齊做也沒關係 所以我把物件名稱放進去 p 因為我要設寬嘛 所以寬度 w 它也是比較寬 所以它不是放在樣式裡面 就是寬 等於 50 然後高 按鈕放進去 點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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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也是50 就要做好了 但是 沒有放到我的 網頁上面 我要放到我的網頁上面 我的網頁上面 它有一個容器 這個容器的名稱叫 foneone 我把它放在foneone裡面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說 foneone 打fone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foneone在這裡 fone那是大型 是類別啊 你這邊有像 它是一個class 下面這個foneone呢 就是已經做好 標籤這個地方做好的 用類別做的物件 所以有這個物件 所以在foneone下面呢 裡面 它的控制項門 controls 就是控制項門 可以加進去 add add 加上蓝 送號結束 那這樣就雙回圈 內回圈做三四 外回圈做三四 三乘三就有九個 所以我就有九個按鈕在上面 那我們可以去測試一下 執行一下 我要執行的時候 看到上面有新號先儲存 那儲存起來才 然後我要 不要再程式 因為這是網頁 程式在後面跑 所以我要把網頁 選到網頁的話 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開這一頁 那如果選到這裡的話 執行的時候 它可能會選很久 因為這個 不是網頁程式 不是網頁的標準 這個是網頁 所以你要選這個aspx 然後我才去執行 那我去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開這一頁 我目前選了這一頁 080 你看我們要選這一頁 那開起來的話 它應該在後台程式 它就會去執行patch load 網頁一載入之後 它就會去run那個雙回旋的程式 就說 1 2 3 4 5 6 7 8 9 9 個按鈕 對啊 應該對嘛 所以這個就是後台程式 那我們把程式列出來 把結果讓我們看到 9個按鈕 9個按鈕 然後我們稍微找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貼在我們的作業上面 這就是 如果我要用後台程式 來做9個按鈕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啊 9公格 3個3個要分裂啊 再換一行啊 對嗎 對嗎 9個有了嘛 但是沒有換行 可以換啊 可以 所以下面這個就是要怎麼換行 這邊放一個 因為這個是後台程式 換行的是前台程式 所以要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參考網址 可以點選進去看一下 這邊就告訴你 如果我在這裡面 因為我們在網頁上面 如果我要換 換一行的話 我們可以回到 對照組 就是上一次的這個前台 就是前台程式 在這邊做的時候 我要換行程式做這個事情 我一樣去做一個VR的標籤 VR Break 就是換行 因為網頁的話 你打很多空白 他也不會換 你給他Enter他也不換 一定是給一個控制碼 他就會換 要換行的話 你就打VR 然後把它加進去 所以我們內迴圈 做三個之後去換行 三個之後換行 那就是333 就是9 所以我要做類似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的話 如果用JavaScript 用這個 所以一樣Google去估一下 就知道 Google打JavaScript 我要換行 我告訴你怎麼樣去做 你打ASDarnet C-Shot 說要換行 你就會看到 現在我們看這個 Hitro Control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說 你可以用這個後台程式 去加一個H3 加一個什麼標籤 你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要換行的話 那我就會用一樣餘方去做 好 你看 這就是VR VR的標籤 就這樣把它加進去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 之前做的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 就把這個換行加進去 所以換行的話 就是三個做完之後 在這個地方我要換行 真是不能改行 可不可以改呢 他可以改 如果我用記事本來改 我不要用它來改 沒有問題 用它來的話 他說程式在執行不能改 那我就停下來好算 我就在這個 三個 三列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做另外一個 那剛剛看了 Literal Literal T E R Literal Control 還是 這裡 Literal Control 沒有 沒有智慧表情很難找 Literal Literal Control 控制下 對 那因為是BR 我就叫它去BR了 不准我叫它換 換 換 烈 烈 換烈 換烈啦 因為常常搞混 烈嘛 對 換烈 換烈 我要做一個換烈嘛 等於 你也有 那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你就可以把那換烈的標籤 放在這裡 換烈的標籤 它是 字串 所以我就雙引號放進去 然後我就 這個BR 因為標準的標籤語法的話 就是標籤開始 然後後面是斜線 標籤 標籤名稱嘛 所以這樣寫可以 或者是 我做一個註解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我們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可以做BR 然後 寫線BR 因為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可以把它 比較簡化一點 然後就做這個 所以你可以不用寫這個 這個是註解 綠色這個註解 這兩個 放這兩個字串都可以 所以我做了一個換烈的字串 當然要把它加在 三個做完之後就換一列 所以我一樣在奉換 後面的控制項門 加上 我的這個換烈 那有智慧標籤 做好了 沒有錯誤的話 智慧標籤會出現 可以用智慧標籤 換列 很好解釋 那這個的話 當然我們就可以去跟我們的 0602這裡 我比較喜歡這樣 兩項對照 比較容易看一下 這個就是前台城市 後台城市 所以做按 那是類似的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不用特別去寄這樣 一個語言 要看的時候就看 還有參考 不然可以參考 基本的精神是差不多 所以內迴宣做完之後 做一個換令 內迴宣做完之後 做一個換令 前台城市 用怎樣的辦法來做 後台城市 這樣做 那如果都是後台的 控制項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就像這樣 這樣對嗎 這樣不對 因為還沒有檢查 到底對不對 就這麼比較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紅字而已 所以我們要看一看 是不是像我們想像這樣 那我們要去做它的時候 我當然要把它 做一個儲存 把這個0801 ASP這個網頁打開來 然後我去執行的時候 這樣它才會開這一頁 那執行完的時候 我要照相的時候 我當然要 把程式碼 留出來 把我的對照的JavaScript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我的結果 放在這裡 好 好 那當然如果我要按一下 做變圈 按一下做X 我在這邊 就要用後台程式 來做一個事情 也可以 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做 我們現在這個是跨裏 來的 但是我們的網頁 放在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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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是什麼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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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去執行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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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S 先拿下 沒有啊 哦 這個是編輯器來的電 電兩三個 編輯器不要 不要拉出現 少一點看 要修改的才拉出現 這是葉籤嗎 你要看哪一個 因為這是編輯的看 我們要看這個 往瀏覽去看它 所以就不用 算我以前不懂 謝謝 老師 這個畫了電 這個 Program.CS的地方修改 加一個這個 那你的ID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開一個命令電模式 在這邊編起來打CMD CMD打開之後呢 因為這個字如果不清楚可以調一下顏色 我看不清楚 就打IPconfig IPconfig 打IPconfig移到最上面 這有一個以太網路 就是我們有線網路 它這是虛擬機的 所以 Ethernet的這一個 IP 10.6.55.36 應該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IP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複製貼上的話 就在這個 點在這個頭的地方 滑鼠右鍵 內容 這邊有個快速編輯 要把它勾起來 才可以編輯 因為命令電模式跟視窗是不一樣的 確定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點選起來 滑鼠右鍵按一下 就複製了 Ctrl 4個不行 就滑鼠右鍵按一下 它就複製 然後呢 我們就回到我的程式端欄 我們現在應該都只有這樣子而已 我們應該只有兩列 所以在這個 use startup 宣告 我們使用下面那個設定檔 前面 據點 語法是一樣的 所以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據點點下去 use use url 就是用網址 url 那我故意寫小寫 它其實是大小寫 沒關係 我都寫小寫 按TAB鍵 然後把我的網址放進來 小瓜虎 雙銀號 http 冒號 斜線斜線 把剛剛那個貼進來 嗯 不用看我的 要看你的 這個不要操我的 操我的不行 沒有跟到 沒有跟到 再一次 enter一下 所以回到 這個 打cmd 沒有這個放大鏡 放大鏡 的地方 打cmd comment enter 黑黑的 黑黑的 不是白的 白的是因為我有修改 所以正常應該是黑的 所以我們正常的話應該是黑的 因為我黑的 這個螢幕我看不清楚 所以色彩這裡 它設定是這樣的 它設定時這個是255 255 背景顏色是 所以我們正常開起來應該 應該是192 所以這個不好看 就一樣 打IP config 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我這邊看不清楚 所以是一樣的 打IP config 我這邊打一個 IP C O N F I G 這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一個 IP config 你看最上面這個 這個網址 10點多少 10點6點5 我想我們網站應該都不一樣 最後面那一碼不一樣 後面不用管他 後面不用管他 看前面就好 後面出現下面 蛤 對啊對啊 這樣就這樣 蛤 因為你打錯字了 N不是很遠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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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在這個地方 點 Use 因為我打過一次他就會 他會記得 他就會自動跳到這邊來 Use 使用 URL 網址 加S可以放很多網址 我有很多網卡 可以這樣去做 嗯 這個畫面是 這個是這個 Program.4s 在這裡 WK0801這裡 網頁內容嘛 但是 伺服器程式這裡有兩支 對 第一支程式 點開來 點開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態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 在這個中間 插入一行 據點打下去 Use URL 貼B鍵 不結束 小光湖 雙引號 HTTP 冒號 寫線寫線 網址貼進來 後面接一個通道 就是用5000 加一個寫線 對齊對的不好 就編輯 對齊不重要 語法才 你可以把它 對不起 他也對不起 那你就要手動去對 他有一些參數可以設定 那這樣的話我就把網址設好固定 存檔存起來 把0801設成起始專案 然後我們去執行一下 然後手機連上學校的網路 去執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不是Local Host 他就給了一個固定IP 就是我們這台電腦的IP 所以你就可以用手機 當然也可以用你的電腦連 電腦本來就可以連 你手機就可以連 手機連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會看到有一頁 然後把這個手機連線的東西 就把它貼進來 對 要連上學校的Wi-Fi才可以連進來 那連進來的話 手機螢幕照相一下 然後貼進來就好 所以這個我貼進來就長這樣 怪怪的按鈕跟我們電腦上看到不太一樣 做了10.6.55.36 冒號5千斜線WK0602.html 做完這個就下課 沒做完也不用太擔心就下課 我們下次再繼續用手機 可以做出來 好 沒做出來 下次再夠 那就一樣的網址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固定IP 但是手機一定要連上學校的 Wi-Fi要連學校的 如果你是那個 3G 4G四道寶 連到Internet是連不回來的 所以Wi-Fi一定要連學校的 無線網路 要連學校的 學號然後那個 我們按鈴鐺 對 看 H-Fi H-Fi K-Fi 有一點忘記 應該是 用 我记得是用我们的 email还是用什么 看一下 有点忘记了 所以输入这个 用你的学号 所以后面的可以免输入 学校是用单一签证 单一登入系统 所以要连这个 u type pay dash auto这个 我是连这个 u type auto 然后 就是你那个 u type pay的那个 我印象应该是学号 有一个eo还是一个 学号 这是email的那个 后面这可以免输入 对对对 因为同一个系统 进那个销务系统的那个密码 应该是一样的 不是不是不是销务系统 email email 但是能没有 这个 这一个 那个 大家都内 是不是 这个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手机 别常学到外边 给你这个网络 10.6.5.5.7 差不多了 你的学号记得吗 就是你进入那个 但是老师他一直说 你如果手机进不去的话 你先任你的电脑室 没关系 手机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用你的电脑室 应该也是一样的 就不用local host 所以手机 手机如果你连上有一点困难的话 我们下次再来看一看 所以你有机会的话也是一样 来学校的时候 先把手机连上学校的WiFi看能不能连得到 所以我们用电脑 因为那个都可以连 那我们放在区域网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加网站要给别人看 不是只有local host 只有自己可以看 别人都不可以看 隔壁电脑都不可以看 那我现在加起来隔壁电脑一定可以看 那你自己的电脑应该也可以看 所以我们就是 刚刚我的网址冒号5000 然后我的wk0602.ftml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没有问题 电脑也可以看 我的电脑也可以看 隔壁电脑应该也可以看我的 所以你应该也可以看到我的 我们在同一个校园网路里面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通常在学校里面的话 你要架一个网站 你要比较省事的话 就是你先在区域网里面可以试可以通了 就跟资讯组组长 或者跟学校电脑中进去申请一下 我要把我这个 这个网址它开一个80通道给你 那你可以下接到网记网路上面 那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你就在学校的 自然的保护网下面 开一个通道来接上个网页使用器 那我们用虚拟机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类似的事情 手机如果没办法用的话 你就用gamer 但是要看到不是localhost 你有一个网址 不要连我的360 要连你的7 那就表示你的7有起来的话 那我的7应该 你可以 我应该可以看得到7才对 7有吧 我现在是连你的网页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不行的话就在这边照一张相 然后我们就 准备下礼拜的起中考 那个下课 对 接在后面 对 接在后面 因为我 可以跟我的预期 我本来是想手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连上那个 虚拟实际的连不上 时间不足 直接就打那一台的套吗 打我这一台的套吗 打我这一台的套吗 前面不用给这一台套 前面不用给这一台套 前面我要给101 但是打的时候 这个的前面还要给它什么 HTGD 所以还是要给它 就是它关键的这个 一个号号 都打到什么号 前面要打 打比较好 因为现在不打它是HTTPS 所以内定的话可能有加S 加S还是一个加密 HTTP 号号 两个斜线 Enter 1 1 5 1 5 看一下 你有没有去执行 那个 程式有没有执行 应该没有执行 因为的网站没有开起来 看一下 对 有错了 有错的话 因为这个错法 他其实因为他弄他 所以这个有错法就会让他有错 看起来因为没有错误去写 所以你先把它关掉看 看起来应该是鱼吧 这里有个冒号又不要 HTTB 要一个发泡 应该可以吗 可以啦 我连上你的吧 好 没问题 手机应该可以连上 电脑也可以连上 可以连上 你给他 连上没有资讯 没有资讯 这样就给他 这样资讯 对 像网站 就是那个 资讯自己的资讯 才可以 可是他还不信 你网页没有给他 他找不到网页 还找不到网站 网页没有写 网页没有写 所以他斜线 WK0602 他还有一些试试 有人连进来在这个连到网页 对啊 我的也是找不到网页 所以 那你打斜线 后面 5000后面斜线 WK0602 对啊 有啊 点HGML 哦 哦 哦 我手里也好 有连到吗 可以照相吗 可以 可以贴回来吗 可以 可以 对 那我先拍照 可以 嗯 碰吧 碰吧 哇 嗯 因为微软都是用1234 他名称后面接1234 接许号 是教练的 对啊 好 因为你现在去执行的时候 你也碰到 就是我们现在又跨平台了 我们可以设网页 但是我就不要用IS 所以我去拉下来 对 好 那息子专案 射程 息子专案 对 因为你现在是第二题 第一题 射程息子专案 对 是第二题 对 然后这个要改成 下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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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事 好 算了 这个手机的事可以好 其实小机的事可以 嗯 嗯 嗯 对 对 那手机还是要试一下看别学校的网路 所以为什么可以上 因为你现在是第一题 现在是第二题 只有两个专案 一个是跨平台 对 对 所以你要 下次这个设计 把二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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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谢谢 到底 ού ASP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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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